蓝忘机没法说自己忍不住就过来了,也不知能不能看见人。 他想着,魏无羡如果给他发消息说走不了,那他再回去。 如果不发消息就证明会回家,那他就等着,多晚都等。 回去。魏无羡一笑,边记安全带边说,好,走,回家。 其实今天挺累的,说了一天的话嗓子不舒服。 说是不用掩饰,但也免不了动手帮忙指导指导,可能这些日子养得娇气了。 蓝忘机问他,饿了吗?魏无羡还真有些饿,于是小声抱怨, 那的饭菜没你做得好吃,我晚上都没吃饱。 蓝忘机道,家里有汤。 魏无羡立马笑了,那我一会多喝两碗。 像是一种心照不宣,两人都没有言明,却都开始说起了价。 汤喝得特别满足,魏无羡疏舒服服洗了个澡,出来就有蓝医生给涂药。 还需要涂多久? 魏无羡问,我以前可没这么金贵,怪不得都留了疤。 蓝忘机小心翼翼抹药呢,回他,再涂一周看看情况。 顿了顿他抬眸说,也会留疤。 有人惦记着,每天给擦药,魏无羡疤不得呢,哪会拒绝? 没事,男人嘛,有点疤,性感。 蓝忘机看着他胸口那新长出的嫩肉,拧了下眉。 那晚睡下,两人不约而同,谁都没关门。 魏无羡还不困,竖着耳朵听声音。 听见蓝忘机放下书,听见他关了灯,听见他嘻嘻苏苏躺下。 这下他舒坦了,同样扯了扯被子,才合上眼睛,嘴角一直弯着。 这次培训为期半个月,从第一天开始,早上蓝忘机会送人过去,晚上不管几点都去接。 魏无羡还纳闷,最近都不用值大夜吗? 蓝忘机点头,在心里默默又感谢了一次杜医生, 决定明天还给人买下午茶。 尽管不能过去,但魏无羡每天都会给蓝医生订饭。 花也一直在送,天天不重养。 那积极进别说胸外,就差整个医院都知道了。 办公室放不下,蓝医生就把花抱回家。 找家里能用的瓶子仔仔细细插好,主卧阳台都快摆满了。 卫队长培训间隙会接到蓝医生的电话,问问伤口疼没疼,饭可不可口,嘱咐两句不能乱动。 几天下来,队员们跟这个帅气特种兵队长混熟了些,都知道他谈恋爱呢。 每天都打电话发消息,早上送晚上接,秘密歪歪。 这段时间,两人的关系确实很微妙。 旁人都看得出其中的暧昧,两个当事人不可能不知。 对于蓝医生的接受和不排除,魏队长很欢喜。 而魏无羡每天做的这些,明摆着在示好,就差亲口来一句表白了,蓝忘机也很高兴。 老男人之间就这么让人舒心,不必费心去猜,不用担心进食大了。 一个往前走,一个迎上来。 知道彼此暧昧,也都乐得配合。 中午休息时,赵普静问魏无羡和蓝医生怎么样了,是不是在一起了? 魏无羡只是笑。 赵普静没谈过恋爱,青春期是在部队度过的。 难得多的地方,同性之间的恋爱也就不稀奇。 但他还是不懂感情。 俩男的也没个保障啊。 魏无羡笑笑,有结婚证就有保障了。 也是。 男女结合离婚的不也那么多。 赵普静撸了把自己那脑袋清茶,你们幸福就行, 爱赶紧嫁出去吧,老男人。 嫌弃嫌弃,赵普静心里真的很在意魏无羡。 哥,我觉得吧,蓝医生很靠谱,就那种,一看就是好人的那种感觉。 他难得正经起来说话,小眉头一皱,大道理一堆堆,你比我们都强。 自学了文化,还有一身本事,跟那么能耐的医生在一起也没矮他一头,挺好。 别觉得有什么负担,你配得上。 魏无羡忍着笑,不忍心打断小朋友给他上课,反正就是,你好好的就行。 岁数这么大了,心里别没,毕数把人弄跑了。 嘿,魏无羡给了他一巴掌,怎么还骂人了呢,揍你信不信。 赵普静就呲牙冲他笑,任凭队长捶他。 需要我给你创造机会你就说,二话不说直接冲,你让我做啥都行,保证完成任务。 魏无羡让这货整得没辙,只得连连说行。 被小赵同学这么一说,魏无羡一下午都在想拦望机。 说来也巧,他没想到小赵同学中午刚说愿意随时给创造机会,下午就兑现了承诺。 魏英,突然接到电话,拦望机也有点紧张。 魏无羡急忙道,蓝湛你忙吗? 我那个队友,就赵普静,他受伤了,我再去你们院的路上,我,蓝忘机安抚他,别急,我不忙。 车开到急诊,我现在过去等。 赵普静是为了就一个操作失误的学员,直接当了肉盾,被140来斤的成年男子砸身上,好一会没了呼吸。 这可把魏无羡吓坏了。 好在几分钟后缓过来一些,就是一动不敢动。 魏无羡怕他伤了脊柱,赶忙联系蓝忘机,直接送他们院。 在急诊门口看见人那刻,他才稍稍放了点心。 别担心,在外面等会,很快。 蓝忘机安抚完他急急跟着进了检查室。 魏无羡坐在椅子上握拳等着,心里七上八下。 他突然想到,不久前,自己命悬一线被推进来。 那时候蓝战看见自己是什么感觉。 虽然自己昏迷了,不知道具体什么样,但满身是血昏迷不行,一定把他吓坏了吧。 魏无羡学过些医疗知识。 他也就知道,蓝忘机握着手术刀落下去那刻,是需要多大的心理承受能力。 成功了还好,一旦失败,那他可能一辈子都当不成医生了。 心间又是一阵酸疼。 正如蓝忘机所说,检查很快,确定没什么大碍后,就开始陆陆续续查看其他项。 赵普敬还是很疼,躺在急救床上白着一张脸。 队长,我没事,应该就是磕的,不至于贪。 魏无羡被他吓坏了,皱着眉说,闭嘴,检查完了再说。 赵普敬别别嘴,转头跟蓝忘机告状,蓝医生你看,我们家队友多凶。 呜,接到上级电话时,魏无羡捏了捏眉心,头儿,我最近是不是水泥。 小静也伤了,那边说了些安慰的话,告诉魏无羡这两天会派别人代替赵普敬,让他好好养着。 市局那边很是过意不去,早早就给安排了单人病房。 其实缓过最开始那阵疼痛,赵普敬现在已经能自己走了,可一众穿制服地在这,没人敢懈怠,恨不得剪指甲都一并检查了。 妈爷,赵普敬偷偷扯了下魏无羡的衣襟,队长,我还是第一次被这么拥戴,感觉还挺不错。 魏无羡弹了他一个脑瓜崩,又赏一句,闭嘴。 赵普敬转头就看向蓝忘机,看吧,好凶的。 那晚魏无羡要留下,赵普敬没让,蓝忘机也没让。 他自己还是个没完全好利索的病号,怎么陪床。 后来还是直大夜的杜医生主动懒活,说夜里没什么事,他就过来陪着,这才把人撵走。